只见这一辆小汽车直接就冲进了河水当中 进入水中之后直接就停了下来 陷进了烂泥当中 很快这一辆汽车就熄火了 几个人也尝试把车给推出去 只不过在这烂泥当中实在是太滑了 之前也在地面上摆放了大量的玻璃球 然后把汽车给开了上去 玻璃球也是非常的光滑 汽车走在上面也是不停的打滑 车轮虽然旋转的非常的快 但是汽车的速度并没有明显的提升 这一大堆玻璃球的效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接下来就准备换成香蕉皮 香蕉皮也是非常的滑 如果汽车从香蕉皮上通过会发生什么呢 接下来老外就准备实验一下 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的香蕉皮 把香蕉皮都铺在了跑道上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张地毯一样 接下来就把汽车给开了出去 经过一圈的加速压到了香蕉皮上 一开始并没有对汽车造成什么影响 随着碾压次数的增多 香蕉皮也变得越来越滑 汽车也总是在香蕉皮上面飘移出去 那万一就开着车不停的尝试 不断的从香蕉皮上面压过去 从上面经过之后 感觉汽车就像要飞起来一样 轮胎与地面摩擦产生了大量的烟雾 这种行为可是非常的危险 大家千万不能模仿啊 香蕉皮上的玉米